阿威 林彌王 聖基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 大家請客起立 走勒 大家請客坐 各位同志 各位動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現在30分前以後 協勝 我們大家都可以回來了 這三天裡面 我相信 我們很多學員 在這裡所有人 一定跟你過去 印象中的台灣的地位 可以說完全不一樣 甚至和你 在打掣 內容也不一樣 台灣人一開始 有地績以來 台先生就 受到國民黨跟你說共學節 你要想 第二是世界大戰 台灣人建書 哪有共學節 戰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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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失敗的國家 哪有共學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你台灣建書 全世界都知道你台灣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你看看臺灣民政府官網上有一個外國人 叫做Paul的法學律師出來說 我們說之後他很多資料翻出來 從周恩來毛澤東那時候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尤其是1972年2月28號的上海公報要簽約以前 美國和中國就已經大家都說好了 很清楚 中國甚至跟美國說 拜託你不能去日本後來來光復臺灣 如果教徒律法律來說 日本要來光復臺灣是名正言順的 他的土地 他在馬關條裡面1895年5月8號 馬關條的生效的時候 這個土地就已經變成日本天皇 如果要漏派 有一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是1953年的12月底公報的 1953年12月底公報的時候 因為開羅宣言是美國、英國和中華民國三個國家在開羅所簽的 當時的條件是什麼 因為1953年12月 你記得喔 1953年12月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又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的殖民地 那個時候還沒有實施憲法 又不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一直到1955年4月1日 日本的交互天皇 宣佈台灣這個土地是否是日本明地憲法 憲法刺激下去 讓我們台灣參政權和參戰權 這非常重要 這有萬國官法的規定 台灣人民變成日本天皇的新民 台灣的土地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開羅宣言的時候 是1943年的12月 那就是定義什麼 第一 開羅宣言宣佈的時候 要去建政 台灣這個土地又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根本沒辦法從台灣這個土地來做任何的處分 還是說跟規定 開羅宣言在規定什麼 他說 建政以後 英國跟美國要同意將台灣跟平和這兩塊土地來規範 中華民國 哪種殖民地的時候有可能 但是變成神聖不可分割 所以我們要蓋一點就是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在那時候台灣的地位變成了 所以台灣在複雜在這個地方 這年複雜的經營之下 我們要去蓋建政法 蓋法律 現在我就對台灣這個土地來定位 有人會說 一九十五年四月取一 一九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本田農導行 這樣差四五百月而已 這樣不準算 各位我只要問你一句話 你如果長和太太結婚 正義了 結婚了 結婚了 或是你們太太太想說 我們兩個不一樣要來離婚 這樣可以離婚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會會走手 不會走手 我都不敢 你怎麼不結婚了 當然也不可以離婚 你如果要離婚要去扮手上 結婚正義就是正義了 主體啊 你為什麼說 結婚要離婚 沒什麼事情 一樣 道理啊 台灣這個土地在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五月取八 已經掛了一本田農 一九十五年四月取一 一本田農 叫萬國公法 選擇這個土地 是是民地憲法 民地憲法是是 給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戰權 很明明 已經是一本田農 所以 含中國 昨天來 含中國 毛澤東 他們那些抹國之外 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剛開始的時候 就結婚了 順文 你中國也這樣說啊 希望台灣動立 那時候台灣要動立已經不可能了 你讓他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都沒有辦法來獨立 沒有辦法宣布說 你要建國 所以 在那個時候 開羅宣言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時候叫做蔣介石 蔣介石跟答應什麼 他跟他說 如果你把台灣還給我 中華民國 我保證 我們中國 絕對不會侵略其他的 臨近的國家 所以 192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 導航一後 賣腳色 也有規定 去南南接受導航 不是像台灣而已 東北 也是接受導航 日軍的導航 但是 南接受導航 以後 他就整個去去去來離開 對於台灣的問題 他不要離開 他不要離開 是因為 1945年 12月的時候 他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 1945年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北京選佈 政變成功 叫做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是什麼人 說實在 毛澤東 什麼毛澤東 毛澤東在1950年的6月25號 中國解放軍進入朝鮮 漢漢無法 1950年的6月27號 杜魯門選佈 台灣地位中立 一定要跟台灣地位 一定要跟太平洋地區 都穩定了以後 再來說台灣地位的問題 所以1950年的6月27號 杜魯門選佈 一後 周恩來 跟毛澤東 他的解放軍進入韓國 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 在1950年的12月 周恩來 向聯合國控訴美國 他說美國侵略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當時 也向聯合國控訴 中國侵略朝鮮 那兩個案子 在12月的時候 都拿出來標葛 他在11月開始控訴 到12月才有結論 11月2月 聯合國邀請周恩來 他收牌武修全 派高的代表團 成長的 來到聯合國 發表 說整部 聯合國跟我們問一句話而已 不然拜託 你拿出一個政議 說台灣是在中國的一部分 到今天為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拿不出來 聯合國 在11月28號控訴 中國侵略韓國 聯合國標關通過 表示中國侵略韓國 這個侵略韓國 標明上大家看 都 日本人說這沒什麼 這個事情叫做台灣 怎麼叫做台灣 你會記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時候 開羅宣言簽的時候 跟答應什麼 中國不會侵略臨近的國家 19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中華民國 解放軍 入侵朝鮮 不是侵略嗎 聯合國又通過 已經是個事實 你中國已經違反 當時開羅宣言的承諾 所以 入侵在1951年9月8號 就近戰和平條約 美國拒絕 用台灣交給中華民國 交給中國 從這裡來 開羅宣言有簽意不簽意 沒有關係 所以開羅宣言這個事情 在全世界來說 在法理上來說 對台灣不好 但是對其他的地方有效 因為路邊 開羅宣言 他要實施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地高條 在波斯坦宣言的時候 人不需要他承認 因為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中國 已經違反當時 不侵略其他國家的承諾 所以 特別說 我常在說 毛澤東 叫做台灣 你有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你要去感謝毛澤東 那 那個 那個 今天叫做台灣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感謝他 我是覺得說 感謝他 叫做台灣 台灣 他沒有去 飛兵 進去朝鮮 怕我們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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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也好 日本也好 越來越清楚 你怎麼用國際法 用這個台灣的地位 它表明得很清楚 所以 現實是有意志 我可以跟各位說很久的 中國 絕對不可能 將台灣收回去 那你怎麼放鬆一下 很明顯 你不用怕說 他會跟你打 他敢打台灣 台灣就是戰爭 戰爭就是什麼 侵略 所以你看 你的心想 你會夢自己的心光 你會想想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國 國間的威脂 有沒說 打台灣 還是一個炮彈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沒國際法 他不敢跟你擔當 1996年 飛彈威脂 你會記得嗎 打的東西是什麼 空包彈 其實 還沒打以前 中國就已經跟美國說了 我們要用空包彈 如果用實彈 就是建政 公務分子沒有錯 也是 就是建政 所以 中國跟美國說 美國跟李定輝說 所以李定輝也在炒 你會知道嗎 我有十八班的武藝 什麼十八班的劇本 什麼十八班的劇本 那都不會說的 在政治上 很清楚 國際法 這麼清楚 擺得這麼清楚 我現在還可以進一步跟你說 中國不打台灣 這邊 上國而已 歐巴馬跟習近平記名 你會記得嗎 在農莊裡面記名 說幾點前久 八點前久 兩個男人說八點前久 你要相信嗎 不是說你亂來 你跟你媽 或是你媽跟你 你說我戀愛時間 密不可分 兩個都男人在農場說八點前久 所以我們還要注意 那八點前久 以後他怎麼表現 你看習近平 那一段時間 他就飛到北京 飛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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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北京去廣州 廣州日報 出來的頭條 什麼 發展不能以犧牲生命為代價 你看到嗎 你看到這句話嗎 共產黨的話 政治上的話語 都是在他的話裡 表明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中國要發展 不會犧牲個人的人物生命 這句話 我告訴你 他絕對不會打台灣 放棄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知道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三年來 中國的五十人 不要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現在怎麼說 在胡錦濤下任以前的一半的時候 他只說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是什麼意思 你聽不懂 我是聽不懂 核心利益的應用取代 說是他的一部分 核心利益 現在的習近平 一樣 一樣 發展不以犧牲個人的生命 為一個標準 李克強 最近在那個 在德國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什麼話 很差別 他說台灣的問題 希望美國 以波次男宣言 開羅宣言 當作一個主軸 這不是過去他說的話 過去他都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說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跟波次男宣言 各位 他現在說什麼 要以國際法 開羅宣言跟波次男宣言 跟國際法 No Decoration 不是法律 條約才是法律 如果他說這句話 他就應釋放說 他絕對不會攻打台灣 所以各位 你必須放心 絕對必須放心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府 現在開始 顧美國以後 夠怕力 我們各國要怎麼走 這是我們的重點 你不能說 新台灣論 你有 你應該知道台灣的國際下去 我問你 你知道台灣是日暑美戰 像日本天皇的 美國軍事政府 站而已 國際要怎麼走 知道怎麼會走 來 你說 要怎麼走 講重點 主題就是 我們 走這些 成員 總共要 去 混淆百年 四千人 總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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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請小姐 不知道 誰的走 你不走 不知道 不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 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才會聽我說 對不對 你絕對不知道 現在國際要怎麼走 美國跟我們說 你去跟日本天皇說 但日本天皇在古今山 我們好朋友叫他拍起來 手叫他吻起來 他可以搖頭 也可以燉頭 也可以搖頭 別人說話 還要去跟美國說 美國說我們是要怎麼說 我們去求他酒會 高威邪惡 我們去求酒會的時候跟美國說 酒會要開的以前有很多的動作 你都不知道 我們酒會兩個目的 跟美國說 台灣是要跟日本天皇的第二點 歐巴馬要讓台灣的地位 恢復國際地位 你別人說恢復國際地位很簡單 那個國際地位就是台灣跟琉球一樣 美國要發人民的旅行證件 所以各位 你還沒多久 你絕對看到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等同拿到美國護照 全世界都可以去 這樣好不好 不用拍拍手嗎 這部以外 十二月 二十到二十要去日本 這次去日本 我們要叫他們的首相出來講話 過去我們都去拜訪了 我說不行 這次我們在香港的旁邊做了一個會議室 很大間的 能夠爭兩三百的 修相 你要來講話 他講話要做什麼 我們才知道這個修相的頭髮有清楚嗎 不清楚了 如果沒有清楚了 我們要把美國打了 再來 十元聖太郎 東京都的市長 叫他來講話 他不是說他右派嗎 他現在知道釣魚台是日本的 我們叫他來講話 來聽聽看 第三個 我們要叫 Sakura Yoshiko 英政良子 這是在日本非常有地方的一個主持人 還有一個我們要叫以前的國防部部長 愛知河南 要來我們這裡 讓這四個英國 和我們的部長 和我們的酒長 幹部 開火 我們是真真正在做這些工作 過去的獨牌 通牌 他們在做這裡的什麼 沒有人在做啦 見面坐下來說台灣是主權大的國家 叫你去死 叫你去衝 要 要 要 我們這裡有個法理來 台灣的地位就是靠我們台灣人 去到日本 說 日本天皇 尤其是 今年日本天皇80月生日 但是我們國位 我會告訴你們一個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說你們現在是都創幾班 你們想國幾班以後 你們這裡會可以來參加 買去日本的這個團 這個日本的團 現在就開始報名 但是你要有八人 你如果真真正說國幾班 你有來參加的時候 你才能報名 以那個報名 腳前的先後次序為準 三萬八 五天四晚 我幫你報警 我們這五天四晚 這些是很好 那是代表政府 游覽車呢 是都新的 那一台游覽車呢 坐三十個而已 但是我們大家 都要照幾機來 都已經穿我們的 我們的黑色的世宗 年紀代 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在日本市 真有名 尤其是建國神社 今年的八月十五 十七萬五千人 把我們拍手列隊反映 各位 這種的殊榮 特別的光榮 不是你參加什麼理行者 你能得到的 只在台灣民進府 你才得得到 所以 你要怎麼看 你要怎麼去參加 你要去台灣民進府的官網 這個台灣民進府的官網 你看那個 12月20號 買去日本的團 在那左邊 天皇駐售團開始報名 要點下去 2013年 慶祝天皇八十壽的 跟建國神社的慰靈寺 在這個地方 你都不用拜託什麼人 你自己賠錢 那錢賠進去 一定要三萬八全部賠清 才有算資格 當然你要必須要有高級班 畢業的資格 你才可以去 這裡有一個潘信情 他是我們的體育大臣 每年都在辦 都在收集 你如果報名以後 要把你的 酒長 還是你的肥長 看他們知道 這些事情 這是12月20號 到24號的事情 再來呢 第二點 12月31號 星期二 我們台灣民進府 第三年 要在這個地方 辦一個忘年會 這次的忘年會 跟過去不一樣 這次的忘年會 請你們大家 免費來吃飯 這樣好不好 好 當然也好 你也跟你說 你有朋友 你叫你的朋友來最好 都跟你說 我的朋友都沒有 他們都想不清 好 叫你的朋友來吃飯吃免費 你這樣你沒辦法 沒有 含吃飯你就沒辦法 有的行李手 你我找朋友來做吃飯的行李手 都沒辦法 吃免費的 各位 台灣民進府 要扣我們大家這支槌 我沒有上去 他沒上去 沒關係 12月31號 最好一天 禮拜二 你說這樣 我請你來台灣民進府的總部 吃飯 免費的 那天來吃飯的時候 來聽 來看我們 這樣他又沒上去 那那一天沒上去 你就把它放棄吧 各位 12月31號 就要我們的行員你都可以來吃飯 再來就是美國在我們九月初六 最后的六點到八點 開了就集會和記者會以後正式把我們統治 你們辦得非常好 在集會裡面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國防部 甚至參議院的民主黨黨邊 CIA中央情報局 都來全程參加 跟我們說 辦得很好 所以我們美國已經同意 三個月之內 要讓你台灣民主黨才行完旅行證件 不是旅行護照 旅行護照是什麼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發的旅行證件 你要看一方簽名地區的人 要拿旅行證件 你不能看旅行證件 護照的顏色 在全世界都有規定 你如果有天空 甚至有魯王的 那個國家的負責什麼是 紅色的 對 如果是民主國家 這種國家的負責什麼是 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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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的負責什麼是 旅行證件什麼是 黃色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的台胞證什麼是 黃色的 黃 黃綠色 你自己拿去看看 他們都知道 那個四中國 說四中國 甘麻 抱歉 那些中國人 他們都知道你台灣的地位是簽名區 他們就知道 他讓你給旅行證件 台胞證 就是 金黃色啊 那不是嗎 琉球 琉球 當時他讓美國簽名 他發給他旅行證件什麼顏色 金黃色啊 我跟你說 我們走在三國以後 你拿到的旅行證件 金黃色 青的金黃色 而且這個金黃色上面有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 有晶片 就是跟負責的經驗都一樣 國際的規矩 都是一定按照規矩在做 什麼人都不能超過 所以包括中國 包括索連 所有的國家 都一定要照 萬國共和來做 所以我們真正好運 兩千塊人 我們顧美國是根據什麼 萬國共和跟美國憲法 因素呢 我可以跟各位說 台灣的地位 台灣人 一定會走出去 絕對會變成全世界 第三個 中立的國家 這樣有沒有 好 我知道各位 你們的歸心事件 我不要想想這個 這個 這個 要跟這個地方結束 後禮拜 是66個普通班 還有一個 19屆的高級班 19屆的高級班 你們可能要先報名 因為現在美國跟你們規定 不能超過150個 所以你們要參加 一定要先報名 各位好玩請客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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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鞋子 鞋子拿起來 躺上 這樣比較好拚手 你不要先整理行李 先來樓下 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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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整理行李 要坐計程車 樓下有準備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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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